眼睛疲倦或者小孩子读书以后呢 用功过度 也不是说用功过度 就是说用功念书回到家呢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让眼睛休息 眼睛休息就是闭眼 闭着眼睛 做一些无谓的眼球运动呢 是对眼睛的健康 对假性近视 对眼睛的疲倦是都没有帮助的 那另外的话当然也是可以说 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 到郊外去看远方 也就是说眼睛最好的一个休息方式 第一个就是闭眼睛 休息 眼睛闭着 你可以睡觉或者说闭眼 坐在椅子上面都可以 第二个就是到户外去看远的地方 这个时候眼睛才会达到休息的一个目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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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